那我唱这首歌的感受 别人感受到了 那就 就我感觉 我在唱歌的时候 我已经不太说 很注意技巧这个东西 我更重要的是 我想表达什么 我想跟你说什么 是我现在比较关心的 对 所以现在看到别人这么 你受到认可吗 我会 我觉得我的歌受到认可了 对 但是别人也说 杨光的感情可以 爱唱歌 我有很多面啊 就是因为我 可能我 他们的既定印象里面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阳光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 喜欢传递负能量的人 所以我可能给大家的感觉 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我私底下 我也会有emot 我也会有焦虑 我也会迷茫的时候 是这一面 可能大家看得比较少 但就我自己的性格 是不愿意去传递这些的 但是我也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也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 然后我也会有很多 不好的时候 也有缺点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 把这些缺点 可以慢慢地改进 然后我也希望 大家彼此是可以成为 互相成为对方的一个 朋友 然后可以一起前行的那种 大家一起成长 可能我30岁了 你们也30岁了 对 所以其实你自己 慢慢地把那些活动 小小消化呢 很多时候都是 可能找长辈 聊聊天 可能心态会好一点 然后自己能消化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自己消化 对 实在消化不了 就是运动 我就是去冲浪 然后就是 一直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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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会觉得 站在水里面冲完之后 你整个人就很累了 回去倒头就睡了 你就什么都不会去想 我是尽量让自己的 生活时间变得很满 然后安排的就是 可能现在去冲浪 等一下去跳舞 等一下要去录歌 就会安排的比较满 然后你每一天都 我晚上睡觉就想想 明天我要做这件事情 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 我好多事情要做 我没有时间给我焦虑 那我就去做了 做了几天之后 你可能你都不知道 你在焦虑什么事情 你可能已经忘了 本身我记性就不太好 特别容易忘 我觉得你自己 不太好 熬夜 我其实不太喜欢熬夜 但我熬夜的时候 我多半都是在看舞台 就我会看自己的舞台 看很多人的舞台 我会越看越兴奋 对 而且我还有个习惯 就是我慢慢最近 有个习惯就是 我明天要上舞台了 我今天晚上 我就得看一下 前一天晚上 我就得看一下舞台 你会觉得 哇 上舞台的感觉真好 明天你就是那种 很有状态的在舞台上 很多其实我知道 很多现在年轻人 都喜欢睡到中午 你可以睡到中午 我在这个观念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不吃早餐 你可以睡到中午 但是你的半夜 你在干什么事情 如果你是干 我在看书 我看得非常晚 我哪怕是看一些 小说也好 还是动漫也好 还是 我是鼓励的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如果你能在 其中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差距体外化 支持国漫 就是 我看了很多动漫 其实我也会吸取到 很多不一样的能量 然后 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看而看的话 你觉得看完之后 我一定没有什么感觉 那这个时间 可能就是消遣了 就是 它可能是一个无用时间 对我希望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可能我看动漫 我看电影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这种 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 然后也特别容易 注意一些细节 被触动到 都让我身体会突然想 他为什么这句台词这么有感觉 为什么他这首歌这么有感觉 我也不知道 我是可能练就了一种这样的习惯嘛 所以我每天晚上就算看舞台看得很晚 但是我第二天早上我可以尽量早起 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坚持 可能每天就四五个小时的睡眠 但我比我睡十个小时的时候更精神 这是实话 是因为有激情的感觉 对是因为你有很多事情想做 你那个时候可能睡时了 你就是工作好累啊 训练好累啊 你就没有激情去做 对 是我的激情叫进到我 不是我觉得就是热爱 然后你真的开始享受这个东西了 有时候我上台我手还是会抖 我抖的 可能以前抖的真的就是紧张 现在抖的也是那种 哇我好兴奋 我就是不行 我一定把我的第一句开头开好 就是我脑子里都在想 我第一句已经要唱好的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还蛮奇妙的 而且我很开心 就是我到现在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是我最开心的一点 每一份梦想都值得 每一个 抖音 帮我去年轻的目标 我去年轻的目标 我看你了 再继续 我来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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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